我要先介紹一下你這個Party到底是什麼 這一次的Party就是一個慶功會的一個Party 然後因為之前呢發完片之後都在演戲 然後有很多的工作所以一直沒有機會好好的慶功 所以這一場帥到分手Party Tour是一場慶功 然後因為每一年不管怎麼樣 我的生日的時候都會辦一個生日會 跟粉絲們一年一度難得見面 但今年呢是唯一一次沒有辦 就是因為要用這個慶功的會回饋給大家 所以絕對是小巨蛋的規格 小巨蛋等級的一個Party 所以說歡迎大家帥到分手Party Tour 那裡面會有跟粉絲互動嗎 還是什麼小驚喜可以先 應該說因為這算是這張專輯的一個巡演歌唱 因為這張專輯很多首的歌曲 大家還沒有聽過我表演現場 那所以這一次呢會是用一個Party的方式 所以就是也不會像演唱會那麼的拘謹 讓大家覺得好像有那麼大的距離 所以用個Party的方式跟所有的粉絲 所有的歌迷朋友們 還是會有很近距離的互動 但是呢所有的表演還有所有的軟體硬體設備 絕對都是小巨蛋等級的 可是票價這麼便宜 公司不會覺得 其實原本的票價是更高的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慶功 然後這是要回饋給所有支持我的歌迷朋友們的 所以說這一次呢真的是不惜成本跟公司 然後辦這一場各唱巡演 就是希望可以走透透 然後把最棒的表演們 用最棒的表演們來回饋給所有的歌迷朋友 那會不會有限人數啊 將會有限歌迷獎購 會有限人數 所以在我生日當天八月二號的時候就會開賣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趕快就是搶購 那當然呢這是一場tour 所以說如果台北場大家沒有看到 我覺得不用擔心 因為還會有別的場次 你是在台北場嗎 還是可能要保持 看狀況 但是目前會陸續的跟大家公佈每一個城市 那這次就是鮮肉亞軍嗎 那有沒有特別為了演唱會是更鍛煉自己 有我已經開始跑步跑好幾天了 對然後也我也覺得我自己應該不算鮮肉了吧 但是看到那個網路什麼大數據的排行榜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就是原來我的新聞相關於我的一些東西大家有在看 所以覺得很感謝這些人 好像有變瘦一點 有嗎 有真的有嗎 對我已經跑步跑四天了 但是演唱會的時候 Party tour的時候我相信我會更瘦 狀態會更好 所以之前是因為有胖到被人家說 對胖到有一點我都快要認不出我自己來了 對因為這是我有史以來最胖的一次 所以有在控制飲食嗎 飲食是沒有控制但是 這幾天吧這幾天快要生日了嗎 所以讓我自己好好放個假 那8月2號一過我應該就會開始進入這個準備的一個狀態 對 所以生日有什麼計畫 沒有啦其實就是這個就是我的計畫 就是要好好的唱專輯裡面的歌 然後好好的表演 然後好好的回饋給粉絲 所以今年其實就是沒有太多機會 也是在工作 對 這是什麼願望 願望就是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來我的Party tour 然後玩得很開心 然後希望 其實我很希望趕快發到下一張專輯 但是目前因為我的時間排到2月 所以我希望在這中間我可以寫出一些新歌來 對 那大家有說到有GS code是不是 GS code就是因為我喜歡橘色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背板也是我 跟設計師一起設計的 就是我的屬於 大家會常常看到我穿到橘色 那當然歡迎大家一起穿橘色來 對 謝謝 謝謝